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21号 张医师线上直播 我们首先请张医师实作教学及答疑 然后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热能 我们现在就请张医师开始 张医师 那我们就先从实作方面开始 那请Villy来主持 2021年11月21日 张医师线上实作教学及答疑 先步原始点 因为你挤起来这里会痛 这里也会痛最主要 那这里是由筋部原始点管 你就一定要按这里就好 那这里小开关 这里都不用按 办数是不需要按的 好 那这里因为他按完了 你又可以举高了 对 可以举高了 举高那我再帮你再举高一点 这样有没有哪里再痛 这里再痛 那这里再举高就是使用 头部整骨下缘的原始点要按 按完等下我们再来测试 那有时候整骨下缘如果严重一点 会延伸到脖子 那我们先把整骨下缘按完 因为它就可以改善 那我们请志光来帮你注意 好 有没有往后缘了吗 是一奥 也是拉到这里 好 那你这里也要 那往后你说不能往后 这样痛哪里 也是痛这样 往后也是痛这里 这里是吗 好 这里啊 这里已经不要靠对 好 这样你按整骨下缘 难怪它会改善 那这样两侧这里 我刚刚觉得两侧上缘 那这样就一下 往后还会痛 那痛这里 痛这里就要对付 那这样对 好 那这样你按整骨下缘 然后再弄一下 要做个精神就要拉重 有个装 有个装 那高很的装 有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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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上面是不是比较中 对 这边不会像针在咒 不会 刚刚提起来还会 刚刚我有推到施工说医上 所以你這裡痛就是整骨 他剛剛按 你剛剛幫他按整骨下炎 你再示範一下 好一個點不要那麼久 現在再有一點三秒 等一下我順便幫你按 你看看他的位置跟我有沒有一樣 這樣痛不痛 這樣痛可以接觸的話 我不知道你會接觸嗎 這樣呢 位置一樣嗎 一樣 但是你按的有道理 我按的道理念 他沒有嗎 也是有 但是沒有不動聲 還是你比較用力 沒有 我沒有用力 所以我說叫他親就可以了 只要知識對就好 他也是對 但是我比較深 是嗎 對 我也說 你覺得你就有力量 我是男的是嗎 應該是吧 應該是吧 對 應該是吧 對 應該是吧 那這樣你能接受嗎 可以 剛剛就不行 好 對 來 你再提起來看看 現在應該會更鬆 直接去 或是讓他拉 沒關係 差很多耶 是 沒有錯 差很多了耶 不會刺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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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那個是整骨鑑 差很多關 不然好像是針在渣一樣會刺刺的 你應該進步很快 你這個不難 我說這個東西 剛剛來是這樣摺而已 這樣而已 沒有 一手沒有 它還沒這麼高 剛剛那個沒有這樣 那一手沒有 所以雖然有骨折 你也是骨折 還有帶什麼鋼 那個 斷筋跟斷骨 他說筋骨都斷 然後有裝鋼片是嗎 鋼片裝這邊 鋼片裝這裡 這邊有釘毛釘 其實他這個都可以修復 這個跟這裡都沒有關 你擠不起來跟這些也沒有關 事實上你原來擠不起來 都不是這些問題 就是開關沒有解開 你整骨下來 還有肩部 還有甚至背部 接下來就是回去要記得 按推痛點 溫敷 而不是溫敷在患處 是以按推這裡痛 還有整腿下顏痛 還有這裡背部痛 以溫敷這裡為主 大開關為主 那我來補充一下 這個患者肩部原始點 他手是不能往外展 也不能往上就是抬上來 那因為他那個有骨折 那他一直以為 可能跟這些傷口有關 那因為已經兩個月了 我的判斷 這些痛多數他處體傷 但一定要測試 沒有測試 但是你不知道他痛在哪裡 那我們往外展舉起來的時候 他是痛在那個肩部原始點的下面 靠背部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手臂 手臂也會 上手臂也會很痛 那很明顯上手臂 這些是由肩部原始點引起的 然後那個比較靠側面的那個下背部 那是由脊椎兩側引起的 所以志工這裡都有幫他按 那按完我發現志工還有幫他按手臂 還有患處周圍再找小開關 那這一個動作 我是有跟志工講 大開關按完有效了 就不能再按小開關 這個請大家注意 因為小開關是在按推大開關無效的情況下 也就是沒有立即改善 你才能在患處周圍找開關 但一般的痛幾乎都是從大開關就能解症 那要應用到小開關的話 大部分是在像硬結腫塊腫瘤 這些臨床上實際在操作的時候 才有可能按到 所以大家不要輕易 就去按那個患處痛點 這個請大家注意 那因為他改善之後 我又把他的手測試一下抬得更高 發現他肩膀那裡也有痛點 那一般打電腦肩膀會痛 因為臨床上我發現大部分都跟整骨下炎有關 所以也請志工再幫他按推整骨下炎 那患者舉得更高了 而且他再舉起來肩膀也不會痛 所以效果非常顯著 所以也就是只要患者有這些舉起來 或往後會痛 志工在做的時候一定要先測試 要不然你不知道他痛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他告訴你那個舉起來哪裡會痛 感覺會痛是屬疾病所在 不是開關不能按推 那壓痛點是患者沒有感受的情況下 我們一直去找然後壓下去會痛 那個是開關 那我們是以開關為主 尤其是在一條脊椎七處 這個大開關為主 好這個肩部跟上個禮拜 我們再講另外一個肩部 那個是不能往後不能往上 那這一個是不能往側 側面站 這樣各種角度也讓大家看到 所以都要測試 好 那我們肩部的補充說明 就到這裡 子宮癌案例 後續追蹤 我覺得它應該也算是滿成功的案例 它是子宮癌 那時候我接的時候是 整個腹部腫瘤 它覺得都奔緊 整個腹部都脹痛 從這裡脹痛 脹痛到胃癌 然後後面也是腰痠背痛 但是我發現他們滿有福報的 第一天檢查完 第二天就趕緊過來 所以幾乎沒有破壞 能夠不被西醫打敗 我認為很難 每次一壓 它每一個點都脹痛 但壓完它馬上就舒服 那當下它感覺腹部就鬆軟 那鬆軟之後它還會崩回來 接下來就是它老公的事 它在按推的時候 它都會領凸脂液 我只要按壓 那我說一般腫瘤會消 一般常常會有血液啦 凸脂液啦 那個是一個過程 那個是正常的 一定要運動 等於這一套是按完很舒服 結果它按完變很累 那代表什麼 手法有問題 還有熱源的使用也有問題 手法如果出了問題會怎樣呢 按推下來患者會因為痛 而消耗很多熱能 然後消耗熱能之後 他就會疲憊 經過我這樣調整一下 也就是叫他們一定要過來 不要再由他家屬自己按 因為這樣會出問題 他最主要的問題是他先生手法 他先生手法確實比較屬於粗暴型的 然後揉的時間又長 每次幫他按都按有半個小時 他按下來就人很虛 虛到也不想講話 甚至吃不下飯 甚至有時候臉色都蒼白 然後這樣一個禮拜後 本來好好的來 體力就變差了 所以我特別看這個情形 我說如果這樣再繼續有一定會出問題 所以才叫他太太 如果可以的話 他先生手法還沒有很穩定下來 有進步的時候 他還是應該來基金會尋求協助 等他先生可以的時候 再給他先生 他現在的子宮癌一開始來的時候 整個腹部是僵硬的 現在已經變鬆軟 所以我才說他症狀是改善 但因為在按推的過程中 消耗太多熱能 體力太虛了 是這個問題 這個還會有一點痛 腹部是嗎 我等一下給你再查看看 是子之育都沒有了 很久沒有 子之育沒有了 很久沒有了 差不多八個月以後都很正常 你留了八個 留了八個月 以後都正常了 那以後就正常了 現在都沒有了 那你第一次來 我看是109年7月9號 那現在是一年多了 一年現在11月 一年四個月 八個月之後就開始到不正常了 一年四個月 那八個月的時候就已經不留了 不留了 沒有留 那這個真的就算正常了 以前留都不敢出門 如果我留 整間都很臭 體內排除出來沒有一樣是不臭 汗也有汗臭味 一直留 那一下子就留很多 是是 其實那時候是在修復 你現在不退 因為乾 然後又有溫膚 然後他體內的這些髒東西慢慢排除出來 那因為你還有腫瘤的問題 那這樣就應該會比較反而下來 對 屁股都下來 屁股都下來 對 我去摸 沒有摸到那個 那你還有幫他按嗎 有 那現在每天都有 那現在這個腹臟說偶爾會而已 其他都恢復正常生活了 有時候這個頭會痛一點 頭有時候會痛 等一下 你也按給我看 那我再來幫你修正 我以前喔 只是一直留的時候 很難受 一直想說這個要留多久 要不然去打坐掉 喔 哥那你就會後悔 我跟你講 對啊 來這裡都也請他們 都會給我什麼忍耐 喔 是 叫我再忍耐 結果八個月 都沒有了 八個月 八個月 因為你今天有講說 動作是六個月 但是我看到已經八個月 就完全 以前那個 才 都沒有了 才解除 對 其實這個都沒有了 都很乾淨 都沒有了 你其實喔 說實在 不算好處理 為什麼 你看中間還有 對 吃不下飯 然後還有體力變得很差 對 剛好遇到這個 冬天比較冷 就知道感冒 那時候 那時候你才嚴重是感冒 對 那時候情況算 有一點下了下來 那個也算是 那時候 那時候我想說 可能活不夠靈 那時候你有悲觀的想法 可能活不夠靈 結果還是活過來了 每天都有去爬山 每天喔 對啊 每天 沒有禮拜六 禮拜天 自從四個月 四個月 到疫情到現在幾乎有很多到去爬山 都去爬山 對 現在每次正常在爬山 然後爬多久 差不多一個多鐘頭 每次都爬一個多鐘頭 對 一個鐘頭 那你們這樣能堅持很好 那還有什麼特別加強 除了運動以外 我們說有那個電腸 那個電腸 電腸部門都有 每天是嗎 我每天晚上都做 我現在還在去 對 都有 這一點也做到位 對 天天都有 最後都有那個電熱腸 早晨最近比較沒有 像以前好像天天都有 有時候隔天 每天每天早晚都有溫呼 那紅豆袋溫很多人 那現在冬天有加強嗎 有啊 冬天都睡那個 電腸 電腸嗎 對 這個那個電腸 室內有電熱器這些嗎 那個 我買了紅豆袋嗎 昨天早上有溫溫 溫溫 溫溫 有一塊那個 這樣小塊的 對 對 看電視了就把它劈在來 劈在這裡 隨時都有在外面 有有有 那飲食有沒有特別加強 飲食 都還還 就是有調味料 吃到要吃辣椒 有有 這個都有加了 有有 有稍微改變 還有薑粉 薑粉就每天都吃沒有 沒有間斷 沒有都沒有 這樣好 薑粉都早晚一定吃兩堂食 好 那等於平常已經都有在加強 等於內外熱炎又加強運動 然後現在因為 這個沒有留了 心情也 比較好了 對不對 不會有痕 那就是爬山這個 這個會 這個不舒服 膝蓋是嗎 膝蓋是同步的問題 我建議 有時候也可以 加強爬樓 然後一步兩階 你爬山是一步一階 是嗎 我本來都 慢慢上去 本來都有 我後來沒有辦法 我建議 爬慢一點 一步兩階 為什麼 把臀部的筋拉開 那這樣你膝蓋就不會痛 爬山膝蓋會痛 不是因為這裡磨損 很多人說這裡磨損 不是的 是因為臀部的筋 筋拉筋 對 因為你本來臀部 我以前幫你按過 臀部本來就有問題 所以你今天要加強的 腹部也是要按臀部跟間椎 等一下再幫你按按看 先你按給我們看 好不好 那時候都出去了 剛好是港號 他就放瘦 對啊 又放瘦 那個是很緊急的 對啊 然後我們也熬過來 然後你說 不行 要一個禮拜來三天 對 那時候還特別叫你加強 對啊 加強 要一個禮拜來三天 然後我們的筋工 我發現他們也滿 都很關心 這個子宮癌的案例 那個已經持續追蹤了一年多 那他應該是在2020年7月來的 當時候檢查的時候 他已經就是很嚴重 整個腹部都是硬的 硬還有臟痛 腰痠背痛 那西醫當下就叫他不能出院了 要準備手術 那患者還是有一點擔心 而且他先生又懂得 經過原始點 所以就堅持還是出院 那整個過程中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他之前來的時候 情況很嚴重 我幫他按後面大開關 也就是脊椎兩側 還有脊椎臀部原始點 按完腹部雖難改善 但還是滿硬的 所以我就接著按他腹部的一些 患處找壓痛點 確實都 每一處按他都會感覺很痛 那是去年的事 那因為整個情況 到了天氣變冷的時候 加上他先生按推手法 還沒有血沉 所以每次幫他按 大家視頻也看到 就是按到他 有時候臉色蒼白 體力又變更差 然後又吃不下 所以整個人又暴瘦 整個情況在去年 算是滿危急的 那時候我建議他 不能只有一個禮拜來一次 那他們就密集的一個禮拜 都有來三次 那志工就幫 教他先生怎麼按推 然後也幫患者處理 但比較困擾的就是 他那個組織液每次按都會流很多 整個屋子都會很臭 就如同視頻 這位患者講的這樣 那我們志工還是很有耐心 在這個過程中 只是這個過程 流組織液的過程 比我書上他說寫的還要長 因為我說最嚴重三到六個月 然後他是到第八個月 才真正完全不再流了 那沒有流了患者心情也變得比較好 然後他們也就是照我們的安排 就是叫他一定要運動啊 飲食改善啊 然後種種 他都有盡力做到 那這一次來 就是他已經很久沒有來 那久久來一次 那他知道我剛好禮拜天有執勤 那他們就特別撥孔 這一次再看到他整個氣色 還有身體都變好很多了 那他現在有的毛病都是小毛病 有時候腹部也不再脹 健硬的就是偶爾會脹脹的 那有時候會腰痠還有頭痛 那這些都不嚴重 所以當下我也有幫他處理 處理完 我這一次只按大開關 也就是他腹脹 對過來就是下背部的脊椎兩側 還有臀部幫他按完 他整個下腹部整個就舒服了 那頭痛也是按頭部原始點 所以從這個案例 我的建議是一般如果患者已經 就是情況蠻嚴重 第一個大開關一定要按 除非按完他腹部還很堅硬脹痛 才要在患者再找小開關 要不然盡量就是以大開關為主 那我發現最近我們的志工也很多 都會按完即便已經有改善了 還是會去按小開關 我認為大開關如果解決了 有立刻改善 不一定要再按患數痛點 甚至根本就不用按也可以 這一點跟去年我的體悟是有一點強烈 感覺上這一點跟我現在的理解是有 稍微不一樣 也就是以前我按完 大部分看如果有必要 我還是會在患處再壓一壓 現在我幾乎很少在患處找患處痛點 在什麼情況下我會找呢 除非他有硬結腫瘤腫塊 他就是腫瘤 那如果不是這樣的患者 一般我就不會特別去在患處按壓 這個也提供給大家 就是了解整個過程 有時候書本上寫的最嚴重三到六個月 但中間過程中 包括家屬按推不到位 還有患者的飲食 還有感冒種種情況 有時候病情有時候會拉長 我們書本上雖然寫的是三到六個月 那這個有時候因為種種的關係 有時候也會拖到更後面 那這時候 一定要給患者信心 還有志工我認為這一次表現得很好 他們就是叫他一定要過來 然後患者最後也都這樣配合 雖然中間當然信心有一點動搖 但總體來看他還是堅持下來 那最後八個月後整個就 波雲見日整個就明朗化 所以整個他的情況就開始好轉 那現在我看他氣色很好 他每天也都去爬山 應該這個案例還蠻好的 也就是一個子宮頸癌 已經蠻嚴重的患者 到現在幾乎已經都完全恢復 好 那這個案例我就補充到這裡 張醫師答疑 乳腺癌患者提問 尊敬的張醫師您好 我是一位乳腺癌患者 已經患病一年多了 非常感恩 有緣接触到原始點 並堅定相信原始點 能幫助調理好病痛 如果用原始點 調理好自己的病痛 發心 餘生將為原始點 醫學奉獻權利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 從開始 就放棄了西醫和中醫的治療 一直用原始點調理 到現在 近八個月了 可是沒有明顯改變 不知道自己哪裡 沒有做到位 所以 請張醫師指導 刺教 原始點醫學講到 所有疾病的由來 一 體傷 二 熱能不足 處理的方法 一 按提原始點 二 另外熱源 三 正確觀念 四 飲食習慣 五 適當運動 六 穩定情緒 七 規律作息 八 適當休息 我清楚明白 只有第一項 是請原始點義工幫助 其他幾項 都要靠自己 嚴格自覺去做 自己認為 都在認真 按照原始點的處理方法做了 現在 把詳細做法 和一些疑問 記錄如假 一 按推原始點 很感恩 有兩位義工 說明按推大開關和幻處 問題 A 在正常體力情況下 是否需要每天都按推大開關 B 在體力下降期間 是否繼續按推 如何按推 二 內外熱源 初期階段 喝姜湯 和紅神湯 後改喝 碧露姜粉 每天25克到30克 從開始 就使用碧露姜粉 和乾姜片 用乾姜片50克到100克 煲湯 清洗換出傷口 幾乎是24小時熱步 晚上睡電褲子 白天穿電暖衣服 或者紅豆袋 24小時暖寶寶 貼在幻處周圍 近期 用戴紗布的口罩 貼上暖寶寶 放在幻處前面 加強熱能 不知道這樣是否正確 問題 A 另外熱源充足 為什麼換出肿瘤 沒有改變呢 B 清洗傷口時 血不停的流 這表示 熱能充足呢 還是熱能不夠呢 C 有一天 出外運動回來 感覺背部發冷 不舒服 燙了三天後 體力突然下降 走一百步 就開始喘了 之前每天 可以走八千到一萬步 緊急著開始出現 耳鳴幾乎是24小時 幾乎是24小時 近兩天腳和小腿 情為浮腫 請問 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現象呢 到底是哪裡 出現問題了呢 三 正確觀念 本人對原始點 有明確的觀念 明白僵 不能治病 按推 是打開人體打開關 所有的病痛 都要靠人體的自癒 和修復能力 來康復 我非常相信 人體的自癒 和修復能力 是非常強大的 也相信 人的潜意 是非常重要 一直堅信 用原始點的方法 一定能調理好自己的病痛 四 飲食習慣 每天的飲食 都是按照原始點的飲食要求 嚴格把控自己 從開始調理 到現在近八個月 沒有吃一個水果 和任何甜食 自己本身為了身體健康 已經八年 沒有吃肉食了 少油 少鹽 非常注重身體健康 問題 A 這樣判斷自己的身體 是輕微寒涼 還是大寒疾寒呢 B 人的身體裡面 是否有一處 像冰山的地方 不斷排除寒涼呢 C 在調理期間 出現食量下降 是否属於正常現象呢 D 在調理期間 可以吃肉類 和魚類食物嗎 五 適當運動 初期調理時 可以走八千到一萬步 爬樓梯十層 就在調理後的第六個月 體力突然下降 走一百步 就開始氣喘 蹬椅子六次 就開始喘了 然後出現耳鳴 幾乎是二十四小時 嗡嗡响 按堆頭部原始點 沒有效果 接著就是腳 和小腿浮腫 問題 A 體力 為什麼會突然下降呢 B 調理期間 是否應該盡量 躺著熱膚 不做太多運動呢 C 腳 和小腿浮腫 是不是因為運動太少引起的 D 出現體力下降 出現體力下降 和腿腳浮腫耳鳴 等 是不是就代表目前是重病了呢 6 穩定情緒 一直保持平和心態 不爭不便 不攀不比 凡事順其自然 7 規律作息 一直保持7-8個小時的睡眠 飲食一天保持吃兩餐到三餐 饭量不大 8 適當休息 正常情況下 中午 會休息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如果有疲倦和困倦 就馬上躺在床上休息 以上是調理身體的詳細記錄 請給予正確指導 感恩 好 張醫師 老師還有 張醫師 非常感恩您發明了原始點 感恩您的大恩 大德 大愛 和故意之心 讓這麼多的患者受益 我清楚明白 自己現在是最關鍵的時期 希望能隨時指導糾正 非常感恩 請老師答疑 好 這位患者他的提問 很明顯他已經一年多了 而且應該他的乳癌應該有傷口 也爆掉 所以他才會用那個薑湯清洗 那我們來看他的整個提問 他問的還蠻詳細 但唯一遺憾 比較遺憾的是 他問了那麼多 最重要因為乳癌 患者 只要爆掉的話 那個按推也變得很重要 我為什麼這麼講呢 按推一定要按推大開關 然後小開關也要按推 我之前就見過很多人 很多就是這樣患者 然後他們家屬 或是找志工因為按不到位 然後病情就一直沒有改善 即便他熱源再怎麼用 都沒有改善 理由很簡單 因為他除了大開關要按開之外 他那個小開關啊 一定要在周圍按 然後找到壓痛點 所以有沒有確實做到很重要 有些人光推就不行了 就在皮上推 然後也沒有找到壓痛點 所以他那個腫瘤 就一直呈現著腫脹的情況 然後有時候碰 又不知道大開關要按開 所以這些細微處就會成為 就是勝負的關鍵點 所以如果你的體力剛開始好 而最後又變得更差的話 這個在我們診斷與治療都有講 體力很好 如果只是一個傷口在身體 那頂多就是算重症而已 還談不上重病 那輕重症如果處理不好 第一個要考慮的是手法 其次才是熱源 這個在前幾次都講得很明白 那手法一定要怎麼樣呢 要找到正確位置 也就是大開關 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脊椎兩側還有乳癌 連肩部原始點 甚至肩胛骨內側炎 這些痛點都要按 如果沒有按 我們說的體傷沒辦法解開 那體傷會影響熱能不足 當然熱能不足也會影響體傷 它是彼此互為影響 所以在情況像這種情況 它到最後才體力下降 那很明顯就是體傷已經影響到熱能不足 剛開始看起來它體力還不錯 所以我第一個會懷疑 它這個患者的提問 應該是在按推上可能出了問題 而這個是多數患者會遇到 我相信有處理過重病患者 如果是熟練者都會有這樣 就是很多人都在用原始點 但患者就是一直沒有改善 然後按推也不能解症 但來了我們幫他仔細看 然後仔細幫他一點一滴的按 他立刻就解症了 然後患者常常會講 哎呀怎麼之前按的跟現在按的 完全感受都不一樣 所以這一點上 我因為他這樣問 我第一個是懷疑應該是在說法 而不是熱言 因為熱言他講得很仔細 一點一滴的包括清洗 怎麼服用都講得很仔細 但在按推部分卻一語帶過 這個反而是最最重要 因為如果不考慮 他剛開始體力很虛 他就像輕重症 那按推我書上有講 先找到大開關 然後大開關找到之後 按推要先按後推 然後按要由輕而重 由淺入深 推要來回均勻 而且還要配合身體姿勢 那手法是輕巧的 不是硬邦邦的 第一步這樣大開關就能解開 然後再來到灌觸痛點 那個一定是在爆開的周圍 這個我們之前都有放很多案例 在周圍的時候你可以用指負 去周圍頂按壓看看有沒有痛點 甚至用食指的工具也可以去測試 把周圍每一個地方都按一按 然後有痛的地方就要多加強 那加強的過程中 他一定會流很多血液組織衣 就像剛剛我們分享的那個子宮頸癌 他來的時候也是啊 一按就會流很多組織衣啊 那而且如果手法又不準確 你看他先生幫他按到 人身體越來越虛 甚至暴瘦 體力也下降 那一段時間我都覺得他應該是命名 已經很危急了 所以才會叫患者回頭過來 我們志工來處理 然後也順便叫他先生 所以同樣這個情況 我也第一個我會考慮 以我這樣做的經驗 我第一個會先考慮 是按推是不是手法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位患者如果今天我這樣講解 他有聽到的話 我建議他把按推 按推的過程整個視頻 可以拍一段 讓我們看到你們是怎麼按推的 那整個知識手法 那你們一邊按推也順便講解 你們平常是怎麼按的 然後再把它寄過來 我們再看 這樣回答會比較準啊 那要不然我頂多就是只能猜測 應該你問了那麼多點 寫的又那麼仔細 但第一點又沒有拍影片 我也看不到 那麼講按推 又好像不能回答你什麼 因為知識不對 不是一天按幾次的問題 好那如果就你現在問的 我們也不考慮說手法的問題 那你說正常體力情況下 是否需要每天按推大開關 那當然啦 一定要按推啊 那在體力下降期間 是否可按推 如何按推 是啊 也要按推啊 那體力下降的按推跟 有體力的按推是不一樣的 如果有體力的時候 有時候就不用考慮很多 如果他體力情形很好 比如說輕重症 那你就可以用一般的力量 就可以按推解症 但如果當患者體力下降 也就已經到重病的時候 那按推就不是這樣 你要開始由輕而重 有潛入深 也就剛開始 有時候他一碰 就很痛的時候 你先溫敷完 然後先用指腹看看 指腹如果他按的就很痛 像最近我也處理一個 癌末患者 那很痛我怎麼辦呢 他頭部口乾舌燥 然後脖子很僵硬 都不大人轉 那情況蠻嚴危急的 我每一個點 頭部原始點 每一個點都很痛啊 那要解症 光我平常按頭部原始點 按到脖子下來 頂多啦 差不多一兩分鐘內就可以 但像這樣體力下降 已經到命危的情況下 我光按他的頭部原始點 還有脖子 幫他按到他比較感覺鬆軟 然後症狀也改善的情況下 我幾乎按了將近半個小時 所以他的按法不是每天 可不可以按的問題 而是按推要有技巧 然後以患者能承受為主 每個情況他的按推力道是 不能一概而論的 所以你剛剛的AV我就這樣回答 所以我看你會有這樣的疑惑 一定是在你們按推過程中 還沒有這樣的經驗 也沒有人帶吧 我是這樣想 所以這個問題不解決 下面的問題談再多 應該意義不是很大 所以我建議應該關鍵點很可能 尤其乳癌 我說他的按推不只要大開關 而且患處要早押痛點 而這兩處是不是有做到的 那這個我就先回答這樣 那我們再來看他下面的問法 下一頁 那內熱源我就不回答了 內熱源清洗倉口這些都是對的 好再下來我們看下一頁 然後他也有溫敷 你看他溫敷做的 我認為應該不是不到位 應該都應該是沒啥話好講 所以我說第一個關鍵點 如果你不能把體傷解決 你那個熱源是進不去的 即便這裡都做到位 你的情況也未必會有什麼改善 好我們繼續來看下面 那他說熱源充足為什麼患處 腫瘤沒有改變呢 腫瘤要改變不是靠熱源 他一定要按推患處啊 患處還有大開關也要按推啊 所以局部的記得我講 如果你只光談腫瘤的話 不談全身因為我們原始點 他的診療是這樣 先觀察症狀 然後症狀當然包括症的體力虛弱 有沒有 如果有就重病 那重病處理就要整體 就是以熱源為主 但如果你不考慮整體 你只問腫瘤然後體力很好的話 那這個不是熱源充足的問題 是按推的問題 一定要以按推為主 熱源為主 所以這一點 第一點我是這樣回答你 那熱源充足為什麼腫瘤沒有改變 腫瘤要改變不是靠熱源 是靠按推 確記我講按推比熱源還重要 然後再來清洗傷口時 血不停的流 這代表充足還是熱人不過 血流多流少 跟熱人充足或不足無關 我說的疾病之因 不是看血流多流少 就算情況好或壞 不是這樣分辨的 它只是一個過程 但好轉以惡化 是要看體力 你流完你體力好不好 如果體力好 那就沒有問題 那如果流完體力很虛 那就代表你熱能不足 一定要小心 是用這樣來判斷 跟流多流少 所以不要被流血多少迷惑 很多人就是在這一關卡 也是出了問題 比如說他流血不停的流 那血不停的流很多人就會害怕 那害怕了又更消耗熱能 所以我們應該是這樣正確來看待 它如果爆掉 有時候清洗按推都會流 那這個是屬正常現象 然後重點在 你流完會不會體力虛弱 這也就是我平常就說 處理乳癌的患者一定要多強調 他要加強體力的鍛鍊 免得在流的過程中 留完人就虛了 這一點一定要注意 那他說 有一次 感覺運動回來 背部發涼 那躺了三天體力下降 那發涼不舒服 那就是我們說怕冷 這些都是症的不適感 你就要知道這個已經是熱能不足了 但熱能不足 你一定有體傷 那體傷一定要先解開 熱源才能進去 同樣的問題 你吸的問題也是一樣 如果你手法不準確 熱源當然多少可以補充 但要完全進去達到解症是不容易的 我們繼續看下一頁 所以他最後感覺緊接著體力 這個又有出現一些症狀 像耳鳴小腿浮腫 那症狀越多 我們說研判一個病情的好轉 以惡化 就是第一個觀察體力 第二個觀察症狀 那如果體力跟症狀同時惡化 那就不用講了 那就一定是屬惡化 那就是已經算是體傷跟熱能不足的情況 正在惡化中 這個已經沒有什麼好說了 那如果體力很好 症狀出來 譬如耳鳴出來 或小腿浮腫 但體力非常的好 走路什麼都沒問題 跟以前 那這個還要觀察 這個不見得是惡化 如果以重病來看 那如果不看重病 就是看輕重症的話 那不考慮體力 那光以症狀 那症狀就是惡化 但如果重病 進一步你要考慮到有沒有威脅到生命 就重病就是擔心 這個生命不保 那如果從生命的角度來看 只要體力維持住 那光症狀的變化 我認為都不足有理 所以這些耳鳴也好 小腿浮腫 不用不需要特別在意 但我在意的是體力 體力為什麼會下降 好我們看下面 這些觀念都是理論性的 那你說你堅信 但是理論跟實作一定是一不是二 今天你之所以 情況在我評估是惡化 那為什麼會惡化 你又說你對原始點很了解 我看還是不了解 如果了解的話 第一個如果你把診斷與治療 我上次講的 你再仔細分析一下你就知道 第一個按推就 可能沒有講清楚 就是我一開頭就講 好那我們再來看下面 那飲食習慣他也嚴格控制 我看他的寫法就是 譬如說不吃水果甜食 那也八年沒有吃肉食 少油少鹽 他好像就是 這位患者好像 比較善於斷惡言 那我認為就是把不好的改掉 那我認為很好啊 但是這裡卻沒有特別強調 你在煮的時候 有沒有加薑啊 辣椒啊這些啊 那有沒有 甚至菜啊 要不要煮的熟一點 熟爛一點 好消化 類似這樣 好我們繼續看下面 也就是該避開的 就是傷身治病之炎都有避開 但是問題 要醫療保健之炎的加強 是不是有加強到 那怎麼樣判斷身體 微寒或大寒 那就是從 我說的從我們的變體力 有沒有虛弱病症 如果有那就是重病了 那重病它又有分三個層次 比如說你異常疲憊啊 面無光澤 講話有氣無力 只要有一下 就是屬於重病了 重病就是你已經熱能不足了 那如果體力越來越下降 就是已經顯向一線 照你的致詞就是已經更寒了 那如果你又呼吸困難啊 喘促啦 甚至到最後已經吃不下 暴瘦啊 種種 很多危急的症狀 同時出現 甚至還有高燒 正在消耗你的熱能 那這些只要有兩三個同時出現 那就是命危了 也就是你說的 已經寒到極點 那是用這樣來分的 而這個寒到底寒到什麼程度 是抽象 那如果與原始點重病來分 一般的重病到顯向 體力越來越差 到好多個危急的 這些情況都出現 包括什麼水腫什麼都來 那這個就已經到極寒了 所以應該是這樣來看待 那所以看到 你如果看懂重病的分類 你就不會有A的問題 那人體這個寒怎麼排除 好像一座冰山啊 我說怎麼排除 第一個這個冰山要解決 你必須要懂得局部的按推大小開關 你要到位 熱源才容易進去 不能只加強熱源 而手法都不討論 所以你看你後面 你按推只是帶過 但後面問的這些寒 其實它都有相關性的 那飲食下降是否屬正常 越來越下降 然後越來越動不了 怎麼會是正常呢 可能要小心了 那暴瘦啊 體力下降 暴瘦啊 吃不下 這個都是屬於惡化的現象 而不是正常現象 那在調理期間可不可以吃魚跟肉 我原則上是沒有限制的 但是不管你吃什麼 都一定要加薑跟辣椒 但有一點我是個人 因為我個人也吃素二十幾年了 我是比較傾向吃素 理由很簡單 因為肉類比較不容易消化 對重病患者他還要 用更多的熱能去把這些東西 轉化成熱能 比較會容易消耗 他原本就不足的熱能 這個是需要考慮的 所以吃什麼能夠讓我們更快的吸收 容易吸收然後容易轉化為熱能 那這樣我認為速食可能會更 更容易被身體接受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一頁 那他適當運動 這裡我也一點 那個建議 他是爬樓或是走路 但是他明明就是乳腺癌 那乳腺癌是在上背部 你用腳 這個對當然可以讓體力變好 但是也不對啊 如果是乳腺癌 我認為早期我都有講 最好做像後胸運動啊 伏地挺身啊 但在這裡我幾乎沒有看到你這麼做 所以可見你對原始點的理解 應該還有一些不足 那運動完你現在開始感覺會喘 那就體力下降 就是我說的 是不是體傷沒有解決 影響熱源的問題 好 這個前面都已經講 我就不再多說 好我們看下一頁 這些問法就是前面我已經一一回答了 那如果你體力下降 目前是不是重病 應該就是了 已經不 體力下降又浮腫 腳又浮腫 那走路又沒有像以前這樣 那就很明顯了嘛 這個就是重病 好我們繼續看下面 好這些就沒有什麼好回答 好我們繼續看下面 好他詳細的記錄 好那我大概就回答到這裡 所以我看整篇的問 剛好重點沒有問到 最最重要的乳癌爆掉 最重要那個手法 因為如果不考慮輕重症 重病跟輕重症的分野的話 那要解決乳癌的話 那個手法非常重要 所以我建議還是要拍視頻 你這樣剛好沒有問到重點 沒有重點的又問了一大堆 乳癌之前有很多的影片 我也建議你去看一看 我之前有說怎麼按錯了 那我怎麼按 然後按了會 就有時候甚至一按血 就馬上噴出來 這個在我一些案例 之前我記得有拍一些案例 你上網查查看看 應該可以找到你要的影片 好我就回答到這裡 7.熱能 生命要靠身體的組織器官運作來維持 組織器官正常運作 需要熱能來推動 而熱能主要是食物 經組織器官吸收後轉化而成 故組織器官運作與熱能作用 是相互依存協同進行的關係 在此情形下 以熱源改善熱能不足 熱能不會只增不減 比如 將雖經組織器官吸收後可轉化 可轉化成熱能 但維持組織器官運作 卻會消耗熱能 同理 以按推改善體傷 熱能不會只減不增 比如按推壓痛點 雖會消耗熱能 但改善組織器官運作 卻有助於將熱源 吸收轉化成熱能 可見 改善熱能不足 不能只靠熱源 還要配合按推 以力吸收轉化 改善體傷 也不能只靠按推 還要配合熱源 以共運作所需 所以 按推與熱源 不僅需並用 還需在身體的承受範圍 及運作下 才能改善體傷 及熱能不足 達到保密 及療癒疾病的目的 由此觀知 源 要改善果 必通過因 倘若不談身體 承受運作 卻談按推 熱源 有治病功效 是犯了氣因談源 而說源 治果的過失 那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是熱能 那我們來看 原文 第一段 就開始來談 從生命的角度來談 我們生命要維持下去 一定要靠組織器官 正常運作來維持 那組織器官正常運作 需要熱能來推動 這個在診斷與治療 一開始前面都有講 所以很明顯的 生命一定要有正常的 組織器官運作 還要有一個後面的推動力量 也就是熱能 那這樣我們生命才能維持 所以我們如果就疾病而言 之所以會有疾病 不外就是 第一個 組織器官不能維持正常運作 也就是我們說的體商 第二個就是 你能量不足 以維持組織器官正常運作 的熱能不足 所以這個熱能不足 也就是另外 另一個疾病之因 所以最後總結出來就是 體商及熱能不足 就是我們疾病之因 那在這裡提的 也是從生命的角度 來談熱能 也必不得不從這裡來談 那熱能的重要性 我們前面講 如果你熱能不夠 不足以維持組織器官正常運作 那就生病了 那如果熱能完全耗掉了 那組織器官也不能運作 那就更慘了 那連生命都不飽 好 那這樣看來熱能這麼重要 我們就說 那熱能到底是從哪裡來 熱能我們前面也有講 主要是靠食物啊 靠食物而來 那食物經組織器官 吸收轉化而成的 就可以提供我們應用 不管是寒涼性或溫熱性食物 這在醫療與保健都有提到 這不再重複 所以我們很明顯 你看那個熱能 需要食物 那食物又需要 主織器官來吸收 那主織器官的運作 又需要熱能 所以它是彼此 都有關係 相互依存 協同進行的關係 所以最後的結論 故 主織器官運作 以熱能作用 是相互依存 協同進行的關係 然後我們繼續看下一頁 所以如果了解了 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我們以熱能 改善熱能不足 我們都說熱能不足 一定要用熱能 但熱能 會不會應用熱源之後 一直只增加而不減少呢 不可能的 因為你在吸收的過程中 同時也在消耗熱能 因為熱能要維持 主織器官運作來吸收 前面已經講了 這裡就舉僵 僵的例子 僵雖經主織器官吸收後 可轉化成熱能 但同時 你要維持主織器官運作 也會消耗熱能 所以它等於 一方面在幫助 把熱源吸收 轉化成熱能 一方面又因為它 主織器官 要維持正常運作 又在消耗熱能 所以熱能 在這種情況下 不會只增不減的 是不可能的 那反過來說 同理 同理 以按推改善體傷 我們知道按推 會消耗熱能 但 這裡就講 熱能也不會 直減不增 不能單方面的看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按推壓痛點的時候 雖然會消耗熱能 但同時 也會改善 組織器官運作 我們看下一頁 同時也在改善 組織器官運作 卻有助於 將熱源吸收 轉化成熱能 所以按推 不要單方面的想 哎呀這樣按推一定會消耗熱能 不見得 而且你按推 體傷 把體傷解決了 它運作更順暢的時候 更容易吸收熱源 反而有助於 熱能的不足 從這個角度 所以可見 最後的結論就是可見 熱能不足 你不能只靠熱源 以為一直補給它就可以 如果它有體傷不能吸收 你也沒有 你那個再多的熱源也沒有效 所以可見改善熱能不足 不能只靠熱源 還要配合按推 以力吸收轉化 同樣的改善體傷 我們知道體傷有問題 你當然要靠按推 但按推會消耗熱能 所以你要把疾病解決 還要配合熱源 要不然你一直按推 也會消耗熱能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按推完 為什麼我們說 一定要再配合熱源 以供運作屬虛 就是這樣才能達到 同時解除體傷跟熱能不足 所以從這一句話 我們幾乎已經看到 我們幾乎已經看到 熱能要 要增加熱 熱能 要改善熱能不足 不只要靠熱源 還要 配合按推 同樣的 你要改善體傷 也要配合熱源 以供運作所需 所以這樣來看 兩者是 體傷以熱能不足 我們前面講 是互為影響 那同樣你按推以熱源 也要互相配合才可以 所以我們來看 下面的結論就是 所以按推以熱源 不僅需病用 這裡就特別強調這個 我講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說中醫最大的問題就是 按推以熱源 他們未必病用 譬如他們一針二揪三用藥 從 針針社會來看 有些人針針社會也未必會揪 或未必會開藥 同樣開藥的人 他未必會幫你針灸 所以 但在原始點這一點就特別強調 你看從理論上講了那麼多 最後的結論就是提出 所以按推以熱源 一定要兵用 那這裡因為用詞說 不僅需兵用 還需怎麼樣 還需要考慮患者人否承受 而且更重要的 不是按推熱源有效 還要怎麼樣 組織器官運作順暢 才可以順利把熱源吸收轉化 然後也可以改善體傷 這樣才能夠 改善我們體傷跟熱能不足 然後達到我們要的目的 就是保命及療癒疾病 所以這一段已經很清楚了 原始點最後 從理論上也點出了 按推以熱源必須併用 而不能像說 你是內科你就開中藥 那你是外科你就用針灸 是不分科的 而且每個患者來幾乎 外內熱源都要跟針刺穴位 互相配合 這樣應用 那原始點就是這樣 如果是輕狀症 按推為主 熱源為福 兩者還是要用 那如果是重病患者 以外內熱源為主 然後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為福 所以原始點在診療上 按推與熱源是已經完全結合了 那所以簡單的講 中醫如果要解決重病患者 他必須要一針二釘三用藥 同時應用 而且要靈活應用 因病情的不同 而善加來使用針刺 或是以熱源 揪跟藥 這是需要 就是結合的 而不能分開的 但好像現在中醫 也受西醫的影響 很多都又分內科了 甚至有針灸科了 在我看法 這是不對的 好 那這裡最後的結論就是 由此觀之 你炎藥改善果 也就是你各種方法 一針二釘三用藥 或按推與熱源 要來改善疾病 你一定要透過身體 這全面已經講了 如果你不談身體 就如同你 汽車的冷氣 你只強調 只要加汽油就有冷氣一樣 這不對的 一定要汽車裡面有這種空調的設備 你才有冷氣 那加汽油只是一個鹽而已 終究還要透過這些設備的運轉 才能產生空調出來 那同樣的 你這些方法要有效 一定要透過身體的運作 你才有辦法 不談身體的運作是沒辦法 所以這裡也說了 你這些方法要改善果 也就改善疾病這些 你一定要透過體質 所以下面這一句話 倘若就是如果不談身體 承受運作 也就是身體第一個 它要能承受才有效 然後它要維持正常運作 才能吸收 如果你不談這個 卻只強調 那個按推還有熱源 有治病功效 那這個很明顯就犯了 氣因談炎而說炎治果的過失 氣因就是不談體質 卻談你那個 治療的方法有多有效 這個都是犯了炎治果的過失了 說炎就能治病 這些方法能治病的過失 這是不對的 那我們之前也講過了 現在西醫 說醫療方法可以治病 或吃藥可以治什麼病 在我看法這個是不對的 即便你是屬醫療 也不能這樣說 那你說保健不能談治病 我同意啊 保健不能說有治病功效 所以薑也沒有治病功效 熱源也沒有治病功效 但同樣的西藥也沒有治病功效 這一點一定要清楚 病之所以人好 一定要有炎有因 也就是這個炎能改善我們疾病之因 才能徹底療癒疾病 好這一段談的個人 就是把這一個觀念 進一步再表達出來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段 身體隨時都在運作變化 消耗熱能 生命時消耗更多 體質會變得更寒 既然更寒 為何還會出現各種熱效 就其原因 此皆有體傷 及熱能不足所致 所以在處理上 不但不可冰敷 肌膚含量性藥石 還需在按推原始痛點 乃至換出痛點後 配合熱源溫質 可見 但體內的熱能 只會不足 不會過多 因此 不存在所謂熱性體質 既然如此 那麼生病時 中醫 具於判定熱性體質的 一切熱效 如 怕熱 口破 口苦 口肝 洗冷癮 紅腫 灼熱感 發燒 潮熱等 含熱性體質的一切 含熱相 如 虛 含火 忽含忽熱 上熱下寒 表熱裡寒等 只要外日守法 及外內熱源到位 即可化解 故不可將果作音 誤認為真有熱或含熱性體質 好 這一段雖然很短 但卻非常重要 而且這一段就是我說的 跟中醫 含熱變症 起了很大的不一樣 那原始點它是做出來的 那做出來之後才把理論寫上去 所以這樣等於寫跟做事 是可以完全一致的 那以我們這樣一路做下來的理解 我們認為是這樣 身體隨時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變化 不可能停止的 從你生下來它都在變化 那在這個變化過程 都會消耗熱的 尤其是當你一旦生病的時候 因為身體要 生病的時候身體要修復體傷 它一定會消耗更多熱能 所以體質會變得更寒 那既然更寒 為何還會出現各種熱像呢 後面有寫 比如口乾舌燥啊怕熱啊 洗人癮啊 這一類的 中醫都會認為 這個就是熱像要開寒涼藥 就認為人的體質有 熱性體質 所以要用寒藥 但我們說生病的時候 體質一定變得更好 不可能有熱性體質的 那出現熱像 那熱像是果啊 體質是因啊 兩者不能混淆 熱像 你口乾舌燥不代表就是熱性體質啊 所以這一點就是一提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 就其原因 因為所有這些表現不正常的 熱像含像都好 其因皆由體傷及熱能不足所致 那不管含像熱像在原始點的看法 它的處理方法一定不可冰敷 也不能浮含良性藥 而且還要按推原始痛點 如果沒有立即改善 還要按推患速痛點 然後按推完還要配合熱源 熱源當然指的外熱源 必要的時候 比較像重病的時候 有可能還要用到 內服的熱源 類似這樣 所以這裡已經講得很明白了 那這樣說來任何體質都要這樣做啊 那這樣還有什麼熱性體質 我們看下一下一段 所以這裡的結論就很簡單 可見體內的熱能不足不會過多 因此不存在所謂熱性體質 我這一句話是很篤定的 而且這麼多年來 原始點做過的案例 實在多到不行 然後世界各地都在做 我即便現在在講課 我相信現在全世界還有很多地方都在做原始點 那他們的案例很多如果有精彩 有時候都會傳到基金會來 那現在大家都這麼做 那現在大家都這麼做 再嚴重的疾病 很多都可以解決 那很明顯 哪來的熱性體質呢 所以這個從事實 尤其經過這麼多年前球的志工 都在用原始點 那就更可以看清楚 這一個應該是一個真理 沒有什麼話好講 那既然如此 那我們進一步來解釋 因為中醫從皇帝內經開始 他就有寒熱的分辨了 譬如說在素問裡面 他們就有提到 素者就是脈搏跳得很快的話 熱也 這代表是熱性體質 那脈搏跳得很慢的話 含也 那熱者含之 含者溫之 或熱之 就是你熱性體質 那你就要 用冰敷 或是用含涼藥來吃 那如果是含性體質的話 跳得很慢 那就應該要用溫補的 或是用溫敷的 像揪的 從一開始 皇帝內經事 就有提到這樣 但問題 我在臨床做到現在 幾乎這些 在中醫看來就是 很明顯的熱性體質的 我全部用溫敷還有按推 就能夠解症了 那就代表 進性疏不如無疏啊 所以有些中醫如果要有 就是創新 然後要解決這些 疑難雜症 甚至危急重病的患者 這一點這一關 變得非常重要 變得非常重要 我也看到很多重病患者 到基金會來 然後他們有提到 就是吃了 含涼藥 比如他便秘 便秘 便秘在中醫講 哎呀這個都 熱 然後他們用一些 麻子人丸 甚至 神器湯之類的 來卸下 但一卸下之後 不得了 患者 體力就變得急需了 那我們說 重病的時候 好轉已惡化 不是在看症狀 雖然他便秘是改善 症狀改善 但體力變差了 在原始點看法 就是惡化 不是好轉 我再舉一個例子 早期我太太 已經進入安寧病房了 然後我看到有一個乳癌患者 也進來 情況蠻危急的 所以有時候我就會去串門子 基於關心 也基於想了解 為什麼這些乳癌患者會這麼多 然後我去看他 就是老式喉嚨有卡痰 這個很明顯嘛 這個就已經是屬於 如果中醫就是早期我就會變濕濕重 所以我會開半下禍破之類的藥 半下禍破湯 那我以這樣為加減 也就是開溫熱 他吃了還蠻有效的 那他就是希望說我能夠再開給他 那因為當時候在別人的醫院 他們醫院雖然是西醫 但也有附屬中醫部 我就建議患者 你不妨要求醫院配合 就是西醫配合中醫 開一些中藥給你 然後再隔幾天我再去他的病房看 哇他突然間情況已經惡化了 而且變得蠻嚴重 然後聽說也一直在拉肚子 我百事不得其解 我說那他家屬因為來 來我太太的病房嘛 講說他情況蠻危急 然後叫我去看他 我一去看 我說怎麼會變這樣呢 他不是中醫師有開藥嗎 他說是啊 那我說你把藥單給我看 我一看 唉 我只能愛生叹氣 因為開出來的 都是像一些 銀花年俏半支年 板南根之類的藥 當然也有加幾味中藥的平溫藥 但很少 我一看完了 已經都已經身體那麼虛了 怎麼還會開含量藥 最後我才清楚 因為我看過很多中醫師開的藥 都會開尤其腫瘤的患者 他們都會開這一類的藥 理由很簡單 因為很多中醫師也受西醫的影響 因為他認為 重病腫瘤就應該以毒攻毒 或是以含量藥性 然後經大家的就是很多人研發說 哪一種中藥對癌腫瘤有效 然後他們就不管他的體質了 就盡量開這些含量藥 然後結果這樣 馬上讓患者 就一下子體力急速下降 然後情況很危急 然後我記得這個患者好像經過幾天 吃完中藥幾天後就往生了 所以別看中醫沒有危險 如果當你一旦到 已經危急重病患者 熱能已經快耗盡的時候 然後你還把這些熱項 也就是你認為 這個就是熱性體質的這些熱項 然後開含量藥 那這個就很難往回了 而且我常常在看像口腹 我們舉口腹就好 口腹很多都會用 譬如小柴五湯啊 甚至有一些會用到龍膽蟹肝啊 之類的蟹肝火的藥 但很多口腹你都是頭部提香啊 你只要把頭部按一按那個口腹 它的味道就變回來了 很明顯的 那如果你用含量藥 它的體傷還會加重 口腹是不會好 所以這些都是我認為 尤其走到現在來我更堅定 這絕對是中醫的一個盲點 這一個如果中醫不突破 我認為它很難再往前跨一步 所以我認為第一個 這裡犯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中醫犯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把熱象的症狀 當成熱性體質 症狀是果啊 體質是因 怎麼會把果當成因再治療呢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但也因為幾千年來 也沒有人去突破這樣 所以之後的流弊就很多了 為什麼會產生後來的 你看從皇帝內經之後 然後我們再來看 張仲錦的香含論 那香含論裡面也有開 比如太陽病的太陽篇 很多桂枝湯麻黃湯 小青龍湯之類 是用溫熱藥沒有錯 但裡面到了陽明篇的時候 又會開晨氣湯 甚至在太陽病也有開白虎湯 含量藥之類的藥 那就很明顯 他在六經辯證的時候 也有開溫熱藥 也有開含量藥 這已經也是受 皇帝內經一路下來的 以脈絡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承襲過去而來的 那到後面就隨著時代 譬如李東環有溫補脾胃的學派 到了明清時代 甚至還出現了溫病學派 都已開含量藥 到後來中醫又有補神派 他認為一切病都是因為 陽不足才產生的 那陽不足就是要用溫補的 所以你看他為什麼會偏來偏去 每個人都看到某一方面 那表示從一開始的源頭 就會有這些問題 那隨著每個時代的認知不同 然後每個醫學家的 也在看法也有不一樣 所以就形成各門各派 我自己也是中醫的一份子 我這些流派還有各種 你當一個中醫師 什麼派都要讀嘛 所以從皇帝念已經一路被商案論到 金規要裂 雜病心法 到溫病學派 到後來又看到有偶神派 一路看下來 各種說法確實互相矛盾 那這樣在中醫界已經存在很久 也沒有人去統一 誰也不服誰 這是一個蠻嚴重的問題 那我自己在對中醫是有一點 感覺還是有感情的 但從這一個角度 從理來上 我覺得中醫如果要再往前進 這一部分一定要有人出來 真的來給付啊 要不然中醫到了重病 是很難做出來的 那這麼多年我在推廣原始點 也很奇怪 如果我講這一句話是錯的話 那中醫界竟可以來挑戰我 我很坦然的 你只要找一個你說的熱性體質 然後我做不出來 我竟然非得用含良藥來解症 不可的話 你只要人提得出來 只要一個就好 不要擠太多 你擠萬個 你只要人找出一個來就好 那不就是可以把我這一段的文字 全部推翻了嗎 所以中醫界應該 也很多人都有讀過原始點 但為什麼還容許我 這麼寬容大量容許我 在這裡一直講 這樣的話呢 而且跟你們所學的很多 是有出路的呢 所以我也很希望 他們能夠提出來 而我們實際做 然後甚至都可以現場轉播都沒關係 就任何的一類病人 你只要挑出來 看哪一個是熱性體質 所以從這裡我們有一句話說 是馬是羅 拉出來六六就知道 原始點他是做出來 他不怕這樣考驗 所以我記得早期 我說我每次都會提到 我2009年去大陸發展 那2009年到差不多 講學超過一年 到2010年 差不多就講學完 那這個過程中還有去 在北京剛好跟那些資深的中醫師 講傷寒論 那當時候在談的時候 我就記得那一幕 當我在講桂枝湯 底下的老醫師是不服我 他看我台灣來的 而且中醫就是大陸發展的嘛 你怎麼有資格在台上 跟我們這些老醫師講傷寒論呢 所以當我在講桂枝湯 他們就講麻黃湯 反正我講什麼 他們就會在台下起候 這時候我只有一招 就是我說好 你們反正我講什麼 你們就有話講 那這樣說吧 我說傷寒論裡面的所有案例 我全部做過 我這一句話 我在他們面前都是老醫師啊 我說我都做過 當我這一句話講出來的時候 台下就牙切無聲 也就是大家在談的時候 都可以侃侃而談 每個人都對中醫的理解 都可能有自己的看法 但你看法是歸看法 我已經就是 當我講這一句話就是 好 我不怕你們來挑戰 就是 大家既然都是醫師 誰也不服誰 那就是做做看法 我就說所有案例 我都做過了 那這樣講出來 我就是說這樣吧 你們現在在身體上 有什麼不舒服的 我什麼也沒帶 我那時候什麼也沒帶 我說你們現在哪裡有不舒服 我立刻解決 不要再看口頭了 因為這樣的爭論 沒有什麼意思 那時候台下真的就不敢講話 然後第一個舉手的是一個 我印象中是七十幾歲的老醫師 他就說他腰痠已經幾個月了 很難過 那我說好你出來 那我們剛好有帶整幾床 我就叫他趴著 然後因為他年紀大 我做的比較細心一點 就是來回慢慢做慢慢做 有潛入深 應該做了有四五分鐘 一般如果年輕的 我大概兩三分鐘就可以解決了 那因為基於年紀大 我比較謹慎 所以用的力道也比較輕 然後四五分鐘做下來之後 然後我就叫他感覺看看 然後他一直想 找看看還有哪裡痛 那賺了幾千 實在找不出來 所以他也服了 他就說 真的 我那個腰痠已經改善了 不見了 這時候台下更不敢講話了 那這時候主持人 本來要離開的 因為主持人聽說 上一堂他有請另外一個醫師來講 不知道什麼課 但因為他那個剛好胃有問題 好像胃溃疡還是怎麼樣 然後很不舒服 他主持完他就走 這一堂他原本也是要走 然後看到 我正在 只要有病他就可以解決 那他就留下來 他就舉手 他說 我現在胃 因為已經痛了幾天 那我說好吧 那你也上來 那我們都知道 像剛剛第一位腰痛 痛多數他處體傷 所以我按推一定就可以解決 那他這個胃痛也是痛多數他處體傷 絕對難不到我 所以我也是叫他趴著 然後也幫他做了幾分鐘之後 他起來他跟我講 哇怎麼比吃藥還快 他現在吃藥都沒有辦法立刻解決 這樣按了竟然胃真的不痛 而且我講完課 我們去吃飯的時候 他還陪我去吃飯 等於那一堂課他幾乎從頭聽到我 所以我的經歷就是 但是竟然我經歷了這麼多 所以我說當醫生本來就是要解決疾病 那遇到這麼大的問題 跟中醫界也不一樣 那到底是誰是誰是誰非 那很簡單嘛 如果是真理的話 不要不怕印證的 那我們就把患者拿來看看 那馬上就有答案 但好像這幾年也沒有 就是原始點繼續推廣 很多中醫師也在用 私底下也在用 但是好像繼續把中醫 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 緊緊抱著不放的也有 好像也不敢跨過這個門檻 那這樣中醫要進步 我認為確實是值得深思的 所以在講這一段 我是感觸滿深 也是因為我講這一段 好像中醫師就 感覺我已經 離經叛道 所以跟我也慢慢 漸行漸引了 有這種味道 但我也覺得 反正對就是對 如果是真理 如果是真理 該堅持的就是要堅持 那學問這種東西 就是要拿來討論 那學問不管 大家寫的有多好多流暢 或裡面書中寫的怎麼樣 暫時可以放一旁 因為這些理論 不就是要解決病人的病痛嗎 那如果我們把病人做做看 不就知道答案了嗎 所以我還是希望將來有機會 能夠多跟這些醫師 大家交流一下 好 那我們這一段 我們就講到這裡 我們繼續來看下一段 這裡下面我講的也是 包括含熱性體質也是這樣 含熱性體質中醫也說 他含熱膠雜 以前都有這種說法 比如說虛火 虛就是含嘛 那既然又有含又有熱 然後還有病人是 突然間感覺一陣含一陣熱 那到底是熱性體質 還是含性體質 這時候因為他們中醫 他們已經把這些含像的症狀 或熱像的症狀 單純和作為體質來辨證 所以既有含又有熱 那就是含熱膠雜體質嘛 或者有人說 哎呀他口乾舌燥是上熱 那下面去拉肚子 那就是下寒 那怎麼一個身體 會有兩種不一樣的體質呢 或表熱裡啊 類似這種說法 那這些其實 簡單講 都是體傷跟熱能不足引起的 所以只要你守法到位 外面熱炎 溫膚夠 這些都可以化解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說 當這些醫師提出很多理論 大家爭鋒相對的時候 那就對啦 大家做做看 馬上就有答案 所以大家也不用堅持 做做看馬上就知道 是真是為 所以我最後的結論就是 故不可將火作因 絕對不要把這些熱相的症狀 當成熱性體質 這是有誤的 那也不要認為有含熱性體質 只有含性體質 沒有熱性體質 這是原始點堅持的 所以有人說 這個跟火神派很相近 但火神派敢講 沒有熱性體質嗎 他可以講到這種百分百嗎 還有他有外治法嗎 如果沒有外治法 你體傷不能解決 你是無法知道 有時候你即便說用溫熱 熱也進不去 症也解決不了 所以這個跟火神派雖然相近 但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好這一部分 我就說明到這裡 我們來看下一段 不論含量性中藥 如銀花、簾翹、黃簾 或含量性西藥 如點滴、抗生素、退燒藥、肋骨醇、馬啡 在被吸收轉化的過程中 必然會比溫熱性中 必然會比溫熱性藥 消耗更多熱能 既然如此 為何有人服用一段時間後 症狀也會消失呢 這是由於 這部分人的熱能 上足以維持組織器官正常運作 並將含量性藥 吸收轉化為熱能 如此 即可使吸藥之成分發揮 暫時抑制症狀 甚至還可自行修復體傷 使疾病得以療癒 但對體力虛弱者 含量性藥食不但不能解決疾病 甚至還會透支熱能 加重體傷 而危及生命 由此可見 疾病症狀之所以能夠得到控制 乃至痊癒 主要是靠自身修復的 但因病人及衣食 多認為是這些含量性藥食的功效 所以才會有人因身體有症狀 或檢查出有異常 而長期服藥 殊不知在日日消耗熱能的情況下 會使體力越來越弱 且此觀點已犯了老病不分 即氣因彈圓 而說圓治果的過失 如此顛倒 必獻危殆 好 這一段我進一步提出了 那我說既然沒有熱性體質 那為什麼有一些含量藥 還是可以達到治病的功效呢 不免就有人這樣問 這也是成績上一段而來的 那中藥也有含量性藥 那西藥的幾乎就不用說了 它的含量性又比中藥更甚之 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那這裡也沒有一一羅列啦 我們這裡有一些舉例 那這些中西藥 為什麼會有效呢 為什麼會有效呢 在被吸收轉化的過程中 照理應該會比溫熱性藥食 消化更多熱能呢 那為什麼服用一段時間還是會好呢 好 我們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看下一頁 這裡我們就說了 表示這個人體質不錯 第一個一定是體質不錯 也就是他的熱能還夠 雖然他生病 但他沒有很多 還可以維持我們組織器官正常運作 那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有症狀 雖然有症狀 那含量性吃了 他因為他維持正常運作 他本身就可以修復體傷了 是因為這樣來 所以他也可以把含量性藥食 吸收轉化為熱能 如此就可以怎麼樣 使吸藥吸收之後發揮 然後來達到抑制症狀 他可以做到這樣 那我剛剛也講 他還可以進一步怎麼樣 熱能夠推動組織器官 維持正常運作 來進行修復體傷 那這樣疾病也可以得到療癒 所以我們來看很多像感冒 感冒我就試過以前早期 年紀輕的時候 我也吃西藥 吃了感冒差不多也是五到七天就好 但有時候也就不理他了 就知道感冒發燒也都不吃藥 那不吃的情況下 最後也是五至七天就好 那我就在想 那吃藥也是五至七天 沒吃藥也是五至七天 那表示這個藥 沒跟不吃一樣嘛 有吃跟不吃一樣嘛 所以我就從中也體會到 真正能解決疾病的 原來是我們身體本身 根本也不是這些藥 那但是西藥它發揮成分的時候 比如當你流鼻水發燒的時候 甚至咳嗽 你一吃這些症狀 暫時都可以得到反解 因為它這些成分都可以被吸收轉化 來抑制症狀 但是等藥效過了 它又浮發了 那什麼時候才能夠徹底療癒呢 等體力完全恢復 它體傷修復好了 而這時候就自然可以得到療癒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說 我吃西藥病也可以好啊 但要了解 真正好是你自己身體自我修復 而非這些藥 何況這些藥如果長期吃 都是含良藥 你體質會越變越寒 以後可能就不是五到七天就可以喝 有些人感冒就可以拖到 甚至一個夜喔 那還要看體質喔 我們來看下面 所以這裡就提了 那萬一體力虛弱呢 這些含良性藥食 就不一定能解決疾病 甚至還會透支熱人 加重體傷而危及生命 所以這些感冒 有些人還是會掛掉 這也沒有什麼好誇張可言 我說就像這次新冠病毒嘛 死的人也不少 但這些其實從疾病來看 就是一個流感而已啊 就是一個體傷跟熱能不足而已啊 所以要解決不難啊 應該如果頭部有體傷按一按 那如果呼吸困難 上背部按一按 然後一定要加強熱源的溫度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好 那我們看喔 這個對危急重病 如果你是用還是用含良藥 不但病不能好 甚至我剛剛舉的例子 就像安寧病房見到的患者 或是在基金會見到的 這些都很寒了 還是開寒良藥 那最後的結局 就是我說的 甚至就丟了命了 那這裡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結論 就是疾病症狀之所以能夠得到控制 乃至潛意 原始點認為就是靠自身修復的 也就是人體本來就有自癒力跟修復力 很多病都是靠自身修復 所以在身體不好的時候 你只要懂得 讓它組織如何維持正常運作 然後加強熱源的補充 它確實可以達到這樣 好 我們看下一頁 但有這樣的理解的人畢竟少 因為西醫常常特別強調 西醫他們的醫療方法可以治病 或是講法都是這樣說的 西藥可以解決症狀 比如你高血壓糖尿病什麼 那一定要吃什麼藥 吃什麼藥或是附水 你一定要吃利尿劑 然後睡不著一定要吃鎮定劑 類似這樣 就是一直強調這些功效 讓民眾也誤以為 確實這些藥確實有功效 但如果你進一步再看 如果是有功效 為什麼很多病都不能根治呢 而且甚至就吃一輩子呢 比如像高血壓糖尿病 有人吃這些藥好嗎 也沒有啊 一吃就是一輩子了 所以 也因為西醫特別強調這些藥的功效 還有病人也相信了醫師的話 所以才會有人 只要身體有症狀 或檢查出有異常 那就他們就會開始長期服藥 但這些都沒有考慮到 這些藥都是含糧啊 都會消耗熱能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每天吃 體力一定會越來越差 更重要的是 這些觀點 已犯了老病部分 怎麼說呢 因為儀器檢查出來的異常 我們說異常不 指的是異常指數 譬如高血壓糖尿病 或異常形態 譬如說關節變形 即椎間盤突出五次 甚至腫瘤之類的 這些 既非症也非狀 他們根本沒有症也沒有狀 本身不是疾病本身啊 所以很明顯吧 他不是治療對象 他們是屬老而非病 所以你把這些檢查出來的 當成治療的對象 治病的對象 那就是犯了老病不分了嘛 然後如果你有症狀 又譬如說你睡不著覺 就吃安眠藥鎮定劑 你痛了就吃止痛劑 甚至激素 甚至貼麻痺來控制 但這些都會讓體力越來越弱啊 而且你太強調了 炎的重要性 反而這些方法的重要性 反而孤立了 身體才是真正能解決疾病 那不就是又犯了一個 我們前面講的 細陰談炎 你不談身體體質 卻強調這些藥有什麼功效 而說炎治果 不是又犯了這樣的過失了嗎 所以這裡決疑就是 如此顛倒 避泄為殆 這樣觀念不清不楚的 然後每天又這樣用 那當然一定會讓身體變得很危險 我們再來看最後一段 有熱能則升 無熱能則亡 隨著年長體衰 體內熱能會越來越弱 通過醫療保健支援 改善體傷及熱能不足 雖可達到 有病可保命及醫療癒疾病 無病可抗老增壽 預防疾病 但卻無法使人不老 不病不死 以及再好的治療 人都會有熱能僵解 大限一致的一天 此時須避免使用輕弱性治療 及含量性藥匙 在不破壞身體 及消耗熱能的情形下 患者才能保持 隨時輕盈 安詳此事 由此觀知 要健康長壽乃是善終 既要避開傷身治病支援 也要善用醫療保健支援 即日常起居 不僅要避免受寒 還要重視熱源 運動 休息 及情緒的管控 必要時 還可按對原始痛點 乃至換除痛點 最後 若熱能耗盡 體力盡失 人生卻已走到盡頭 那麼就讓生命自然的凋零吧 好 我們這一 最后一段就特別 因為這一篇的主題也是熱能 那熱能的重要性 如果說疾病有體傷跟熱能不足 那熱能就更重要了 因為你如果熱能不足 嚴重不足就是重病 重病就是有生命的危險 那治病的治療疾病最重要是要保命 不是要解決症狀喔 是要先保命 要不然你症狀改善 人卻走了 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熱能在我看法是 因中之一 重中之重 為什麼 因為你有熱能才能生 沒有熱能就一定死的 所以 但這個熱能 也會隨著我們年紀越來越大 他身體就會變得越來越衰敗 那我們的熱能也就越來越弱 這是無法逆轉的 所以即便你通過再好的方法 也就醫療保健之眼 來改善我們體傷熱能不足 雖然我們可以 有病達到保命及療癒疾病 無病可抗老征受 預防疾病 也就好像我們生老病死都可以做到 但是有一點我們沒辦法做到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讓人家再好的方法都沒有辦法 使人不老不病不死 那是不可能的 我記得這個 我就會常常想到一個故事 就是 當然秦始皇那個故事 求長生不老之要 但最後也是找不到 那我記得以前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 他說 一個人聽到說山上有一個人 已經有一套長生不死之術 哇他就很羡慕 他說哇 竟然在山上有聽說有自好人物 那如果他能夠學到這一套方法的話 他不就是可以不死了嗎 那這個真的很誘惑人 所以他聽到之後 馬上就收拾行囊 往山上去找這位得到高人 想看看能不能學到他要的 長生不死之術 那最後也找到那一座山 在爬的過程中也問了當地的人 是不是在山上有自好人物 人家說有啊 確實有 那他說應該怎麼找呢 他說可惜啊 你來之前不久 他剛好死掉 哇這一個人聽到之後 非常難過 垂胸頓足啊 他就說 哎我晚來了一步 要不然我就學會了長生不死之術 你看 人之所以疑似到這樣 對方已經明明都死了 已經告訴你怎麼會有呢 你還在垂胸頓足 還很遺憾你晚來幾天了 所以再好的方法 即便原始點再怎麼研究 都不可能做到 讓人家不老不病不死 那是不可能的 人會老但沒有關係 原始點可以讓你延緩衰老 人不可能不病 那病了 你要有正確的方法 你就可以不會惡化到 連命都不飽 甚至很快就可以把體傷熱能不足都改善 你疾病也很快就可以快速療癒了 那雖然他不能做到讓你不死 但卻是可以延緩你的壽命 延長你的壽命 不會死的那麼快 他只能做到這樣 我們看下面 所以從這一句話我們已經可以理解了 再好的治療 人都有熱能將解大限一致的一天 這是大家一定要有認知 所以很多患者常常來問我 哎呀我這個病用原始點能不能根治啊 他們那個根治我就在想 他以為原始點現在把他的病醫好 以後就不再病了嗎 沒有一種東西是可以做到這樣啊 你今天感冒好即便把你治好了 我怎麼有辦法保證你幾個月後又不感冒呢 或是今年不感冒明年就不會感冒呢 我也不敢這樣保證啊 更何況有人已經都到命危了 也就是死期就是大難臨頭 然後死期將至已經有到這樣的危急的情況下 但這些病人還是不了解他的情況 有時候也會問我 我的病是不是不會死 這個我就聽到一個醫師講的 我覺得他回答的還蠻好 他這位醫師如果遇到病人問他這樣的問題 他是這樣回答 他說不你會死我也會死 如果我能夠讓你不死大家都不死的話 那不是大家都成妖怪的嗎 所以不要有這種想法 不死是不可能的 但應該是說你這個病可以改善 或是你真的已經危急到真的即便救不起 但我這樣的處理能夠讓你的生命再延長一點 然後死的過程中能夠減輕你的痛苦 讓你可以得到善終 那人一輩子不就是要有一個善終嗎 就是不要死得那麼痛苦嗎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我認為即便有這麼一天已經來了 那確定了 那我們應該要懂得如何讓患者保持神事清明 安詳實事 那同樣在這個過程中怎麼保養是蠻重要 好 我們來看下面下一段 所以最後結論就是你要從生下來 一般人都會面臨老病死嘛 那如果你要健康長壽到善終 那你有幾件事要做 第一個就是要避開傷身治病之炎 這什麼是傷身治病之炎 影響身體之炎這一篇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比如壓力 勞累 熬夜 甚至一些外傷 甚至一些病毒所傷 意外 比如說燙傷 好 這些要避開 那同樣也要善用醫療保健之炎 那這裡就舉例了 日常取機要避免受寒 要重視熱炎 運動 休息還有情緒要管控 那如果有疾病的時候 必要的時候 還可以按推來解決疾傷 那按推就是按推原始痛點 乃至患出痛點 好 我們來看下面 好 那最後真的已經 所有方法都用盡 然後熱人也不再恢復了 那看這個人體力也近似了 這時候確定了 人生已走到盡頭 那最後要交代的就是 如果人生真的有這麼一天來臨的時候 就不要再做一些無味的治療 譬如氣切擦管 擦鼻胃管 甚至CPR 類似這種 那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 只會讓患者更加痛苦而已 有時候我也覺得 當我遇到這樣的患者 明明看已經很接近到 熱人耗盡 體力近似 而且應該是人生走到盡頭 但我看他還問我 能不能活 要老實告訴他嘛 你必死無疑又不忍心 但不告訴他嘛 他又不知道他死期已經到盡頭 他還想用各種方法 哪怕一些破壞性的治療 哪怕能延長幾個小時 甚至幾天他都願意嘗試這樣 但他沒有想到這樣的痛苦 何必呢 多活幾個小時幾天 有什麼意義呢 不就是更加的折磨嗎 所以如果到這個時候 我認為人應該要有智慧 真的要放下 該走就走 而且何況人生 也不是只有這一輩子 如果你相信因果 有因就有果 那相信因果的人 我相信他知道來生的重要性 就是這一輩子 如果我做得很好 我下輩子 不至於去一些壞的地方去 甚至可以 甚至可以 如果有信仰還可以 如果信基督就 還可以蒙族重召 那信佛教的還可以 往生西方 類似這樣 那就會走得很心安 所以人生 所以人生即便走到盡頭 也不是什麼都沒有 我覺得 應該往下一個階段 然後要把這一輩子 這種殘破的身體 真的看開了 然後平靜安詳的走 走到你未來的 可能想去的地方 那這樣讓生命自然的凋零 也就是不要再有什麼 人為的破壞 好 這一篇我們熱能 我就解說到這裡 那我們時間應該也到了 好 我們就結束吧 好 謝謝老師 好 大家下個禮拜見 再見 好 謝謝張醫師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張醫師 好 那我離開囉 再見 好